拜登宣誓就職,各國領袖也陸續的祝賀 像是歐盟、英國和以色列是要強化雙邊關係 至於中國是呼籲中美關係應該要重返正規 中國也宣布,對於川普政府的28名官員 包含了前國務卿蓬佩奧在內,要實施制裁 拜登新政府就任,歐盟各國開心之情 一於言表,連與卸任總統川普關係密切的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期望持續擴大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間的和平 俄羅斯希望保持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 在國際一片功課聲中 中國呼籲中美關係應該重返正軌 更展開了秋後算賬 宣布要對剛卸任的前國務卿蓬佩奧 等28位川普政府高官實施制裁 禁止這些人以及家屬入境中港澳 與他們有關聯的企業也被禁止 與中國打交道做生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強調 制裁是正當而且必要 過去幾年中,特朗普政府 特別是蓬佩奧在中美關係當中 埋了太多的雷,需要排除 燒了太多的橋,需要重建 毀了太多的路,需要修復 中國國台辦也加碼批評民進黨當局 勾連龐佩奧等美國反華勢力 謀奪挑釁將遭到歷史的審判和嚴懲 陸委會則反擊中國的行為反映了對民主 不僅無助兩岸關係的發展 也只會突征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反感 陸委會呼籲對岸面對兩岸限時 調整對臺錯誤政策 放棄癌化臺灣以及軍事外交打壓威嚇 才會有助於兩岸的兩性發展 記者綜合報導